说到钓鱼台国宾馆,一般人恐怕只是听过却没有真正的见过,既然叫做国宾馆,那么这里的规格级别,就不是普普通通的宾馆。 在这样的中国宾馆当中,其中的安保措施,做的是相当的严格,对于一些高规格全面向大众的宾馆来说,负责客人安全以及宾馆秩序的,是经过训练的保安,但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工作的安保人员恐怕就会具有更高的素质了。 他们不仅仅需要具备基本的安全,应对知识,更应当懂得如何处理突发事件,而在这样的高要求下,最适合的人就是武警了。 在钓鱼台国宾馆中都有武警不间断的在巡逻,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排除一切潜在的危险因素,一旦如果这些重要的人身的安全受到威胁,那么这些训练有素的武警就会立即做出反应。 这就是武警和普通保安的最大区别,作为国家级的宾馆,这里的房间价格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,这就拿其中室内装修最豪华功能最齐全的总统套房来说。 在这里入住一晚差不多需要五万元,其他稍微普通一些的房间价格也是不菲,而钓鱼台国宾馆的房价与这里超强的隐秘性,充满中国风的豪华设计是分不开的。 当然,如果你不是国家领导人,也可以来到这来体验一下,在普通客人的住宿区域与领导人所在的区域是分开的,这是处于安全因素的考虑。 那么一般来这里住宿的客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? 首先来讲,他们自然不是一般的人,有资格入住这里的高级贵宾,都是国内外的国家领导人,以及社会名流,许多会议也会在这里进行,因此一些大型的外交活动会直接在这里举行。 当然如果你是一位富豪,也可以到这里感受一下。